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2.5前瞻确定 2.6粉红毛女孩插队 真理一身延长了 崩铁,2.5前瞻确定 流营被爆金币 阿格莱有造幻物 2.6版本中 空降的粉毛高马尾少女的技能 也已经曝光 先以轻松的心态来看待这些信息 她的天赋 可以增加连续击破的弱点击破效率和击破特攻 许多玩家一看到这个技能 就表示要爆流营金币 但实际上 这样的想法并不现实 或许可以换的思路 将她直接加入流营队伍 让击破体系队伍的强度再次提升 这可能是最佳的选择 尽管连破关键词是虚构叙事副本 很可能不会与流营在同一赛道上 但也应该可以组成一个强大的队伍 关于阿格莱的消息 据称她是一个具有召唤物能力的毁灭角色 这一消息的来源是 The Core of Heaven 目前还不清楚 她何时会在游戏剧情中亮相 据说 这个角色将是后续版本中的主推角色 被形容为妥妥人权卡级别 然而 需要等到正式走出测试符才能确定 根据目前已知的角色登场顺序来看 预计她可能会在3.0版本中登场 但也不能排除某些角色推迟登场的可能性 2.5版本的直播预告已经发布 大家将在8月30日晚间看到 这次版本登场的三位新角色 凌莎 飞霄和莫泽 各自独具特色 飞霄的定位几乎敲定 主打团队追击玩法 此外 在2.5版本中 飞霄将为开拓者带来惊喜 玩家们可以领取特别奖励 其中包括备受期待的800星穷 以上消息来自Step Leagues 2.4下半 焦丘马上就要上线 作为黄泉虚无队的新队友 如果玩家想要提升二命以下黄泉的话 还是推荐抽取一下的 复刻卫给到了花火 作为贩用率较高的辅助 含金量同样也很高 总之 提前囤好新穷就对了 提前住院开拓者 保底不歪 都能抽到喜欢的角色 官方已放出2.5版本的新角色 分别是飞霄 凌莎和莫泽 复刻卫同样也很重榜 黑天鹅 卡夫卡 之羹鸟将会复刻 新卡池的玩法还没有明确放出 具体内容还要看后续官方解答 另外 有关下半的复刻位发生一些改变 原本推测角色为真理医生 或又变成了托帕 如果没记错的话 托帕是不是刚复刻完 而且按照卡池的上线顺序 也该轮到真理医生了 如果延期到2.6版本复刻 官方能不能再做一次福利 再次提升下持有率 送给玩家呢 至于2.6版本的卡池安排 目前暂时没有角色可选 毕竟官方之前铺垫的角色 均已亮相 所以推测2.6版本 将会是一位全新的角色登场 有大佬表示 新角色 维粉毛少女 拥有类似银狼的装扮 既然是2.6版本上线的角色 那么或许会和皮诺康尼有关 至于具体的样貌如何 可以等一下8月26日的官方例会 这位空降角色正好卡在飞消灵沙之后 星期日之前 上线位置有点尴尬 至于最终流水如何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是2.4下半可获得星穷数量 灵克玩家可获得27抽 月卡档玩家可获得38抽 2.5版本前瞻将会在8月34日开启 届时还有300兑换码等待着大家